大家關心台中海山的大路 最近是出現這麼多鐵頂 還很多車輪洗過後 車輪都會消風 警方有設定一個 哪塞車 哪騎鐵頂的嫌疑 最後是在宜蘭抓到人 他說他這是因為心情不好 才會這樣做 數十幾的鐵頂 黏在吸酒上面 這些鐵頂在幾天前 竟然全部落在的車路 台中海山地區 這幾天六少有大路的鐵頂 落在路面 造成不少蓋起車經過 車輪在這裡被鐵頂插破 微信紙在這裡撥臉 原本就在五車到36地區 現在連沉水區也發現大樓的頂 當地理論說 前幾天晚上有跟里面倒電來請禮 吸到三四百幾的頂 環博教請結局搖到現場來拼掃 在昨天下午大概五六點 我們領長還有跟附近的居民 都還有在做一波的整理 這都是我們昨天中午大概一兩點的時候 我們就在馬路這邊撿的 就用我們自己用磁鐵 然後把它吸起來 頭過路口跟時期已經控制定 萬一塞車 萬一拿鐵頂插破人 早已到宜蘭進香後 本來要等於回到台中的時候 不要讓人想不到 他在當地就要塞車、車壁口 沒辦法回家 專業小組立即 報警台中必檢署 檢察官合法拒票 前往宜蘭將嚴閒拘捕到案 致成犯罪動機 吸引個人情緒問題所致 雖然跟雜佛人共出家地 也在第二地點 經過粗暴比對家經濟負合 照共共危險 以上地檢情辦 記者綜合報道